哇塞 这里你看 一二三四五 五只 赶紧夹它 到了又要跑掉了 太快了 马完一下子就装到冻里去了 我们一来 它就会跑 有一只 四只 哈喽大家 现在天气已经非常的热了 到我们农村田里面 这种马黄 泛滥成栽 到处都是 刚才在农村里面 抓了好几只 抓了四只在这个碗里面 打算做一个非常有气的小食验 把这个白酒 五十度的白酒 倒到这个马黄身上 看一下它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这个酒味 特别大 马黄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都应该见过吧 不知道你们讨不讨厌这种马黄呢 我们小时候经常去农田干活的时候 被它吸住 哇哇大哭 因为马黄是一种吸血生物 我们看到之后就把它弄掉 这四只马黄你看 粘在这个碗里面 特别的紧 就算你把它拉得再长 它都不会松掉 所以说我们小时候 被它粘住之后 也是用东西刮也没用 现在把这个白酒倒下去 看一下它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哇 反应特别激烈 特别激烈 狮子都油起来了 刚刚倒下去不到三遍中的时间 这四只马黄好像都站起来了 下面就吸住 然后就旋起来 反应特别强烈 你看 已经有两只已经完全不动了 现在已经过去十几秒钟的时间 四只马黄都已经睡着了 看一下 这种马黄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 在上面有很多这种一条一条的条纹 五十度的白酒倒下去之后 反应非常激烈 特别的强烈 现在也都已经不动它了 在这个马黄身上可以看到有这个吸盘 这个吸盘好像两头都有啊 就是这种吸盘粘着我们的脚 就会吸我们的血 特别的讨厌 这么快 四只马黄就已经完全不动了 结果真的有点出乎意料啊 四只马黄 检查过了 已经完全不动了 把它倒到水里面去看一下 确实是都已经睡着了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我们这边农田里就特别多的这种马黄 到了这个季节之后 真的是泛滥成灾 到处都是啊 很多网友都在视频下方评论留言说 像这种马黄 早在几年前就已经灭绝了 在他们那里都已经没有了 不知道在里面的家乡还有没有这种马黄呢 马黄除了怕这个白酒之外 还会怕什么东西呢 有没有哪位网友知道的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啊 下一期视频 咱们就来这边用其他方法 给大家试一下这种实验 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